一个女生来照相馆洗照片 因为心情不好 她拒绝为女生洗照片 女生是这片地区的交警 交警说照片有急用 并且请求她尽快洗出来 不过她现在不想营业 她没有答应女生 脸上也写满了不情愿 最终女生把胶卷放在桌子上 随后就有些生气地走出了照相馆 15分钟之后 她发现女生依然在外面等待 此时是剩下的中午 梧桐树下没有凉意 空气中还夹杂着阵阵热浪 她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在冲印照片的间隙买了两根雪糕 女生接过了她的雪糕 同时也算是接受了她的道歉 在八月剩下的照相馆门前 两个人正是在梧桐树下相识了 永元在小镇上开了家照相馆 德林是刚从外地调来的执行交警 因为工作的缘故 两个人常常在照相馆见面 永元性格温和喜欢傻笑 看到门口有小孩打架 总是像林家哥哥一样去拉架 而和永元相处时 德林总是不自觉地露出开心的笑 这天永元坐公交去上班 在路上看到德林和围婷的车主起了争执 之后德林来到照相馆 她的相机在争执中摔坏了 德林有些郁闷 她说想在店里休息一会儿 永元没有说什么 只是默默地把风扇打开对准了德林 日子慢慢过去 永元和德林渐渐熟落了起来 德林常常在下班后来照相馆和永元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德林会问她 大叔你是狮子座的吧 没等永元回答 德林又自顾自地说 我和狮子座的人特别有缘 接着德林打听她的年龄 假装随意地问她有没有结婚 这些问题的用意很明显 爱情的种子已然在女生的心里萌芽 永元当然明白德林的心意 可她却不敢对这份心意做出回应 因为她得了不治之症 她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几个月了 永元已经快30岁 她没有结婚 一个人在小镇经营着一家照相馆 她每天都骑着小电动车上下班 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 有时她常常坐在操场发呆 独自想着只有自己知道的事 得病的事情她没有外传 这件事只有父亲和姐姐知道 她要定期去医院做检查 姐姐想陪她去 但她每次都坚持一个人去 医院里有小孩对她傻笑 她会温和地对小孩做鬼脸 这天她在街上遇到初恋 初恋只是看了她一眼 她却掉头追了上来 初恋低着头捶着眼有些局促 她依然面带笑容和初恋寒暄 如今初恋已为人父 而永元和初恋分手后 就再也没谈过恋爱 初恋问她为什么还不结婚 她笑着回答 因为我在等你啊 很多时候真心话 都是以玩笑的形式说出来 而当事人却只能把她当成玩笑话 所以他们很默契地笑了笑 很默契地回避着那段往事 晚上姐姐告诉永元 这些年初恋其实过得并不幸福 初恋的丈夫很好赌 而且还时不时打人 听完后她没有说话 只是一边吃西瓜一边吐的西瓜子 过去的一切即使刻骨铭心 但终究会随着生命的逝去而消散 她想把过往的爱恋埋葬在过去 然而新的爱恋她却无法躲避 这个小镇不大 她常常遇到在外面知情的德琳 每次德琳都会开心地和她打招呼 而她每次都会礼貌性地回应 有时德琳和同事一起来洗照片 德琳会调皮地在车里装水 但是当汽车开走时 德琳又会挥手和她道别 这天烈日当空 永元在路上遇到了提着一袋资料的德琳 她和德琳对视了一眼 但依然还是自顾自的开源 德琳脸上涌上了失落 不过几秒钟后 她的失落又变成了星星 因为她听到身后传来了引擎声 永元掉头返回追上了她 没办法 德琳是照相馆的老顾客 永元不能对她不管 她接过德琳的资料 随后又让德琳坐在后面 永元猛地一拧油门 德琳也因为惯性抱住了她的腰 夏日的微风轻拂在脸上 身后的家人怀揣着一颗想要靠近的心 她同样也喜欢德琳 但因为害怕不久后的分离 她一直逃避着这份喜欢 但此时此刻的美好 却让她突然对这个世界无比的眷恋 晚上她和发小一起去喝酒 喝完后她还想去下一个地方继续喝 发小有些不解 都喝了这么多 为什么还要继续喝 她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发小说 因为我快要死了 发小推了她一把 为了喝酒真是什么借口都说得出 不过发小没有再拒绝 而是陪着她赶往下一场 那晚她喝得鸣鼎大醉 直到最后酒后闹事进了派出所 她在派出所里大喊大叫 在发小的怀里失声痛哭 她还不到三十岁 现在她还不想死 她也再次邂逅了爱情 她真的想在这个世界多留一会儿 之后的某一天 发小喊来了他们年少时共同的玩伴 天各一方的朋友们聚在一起 他们一起喝酒 一起聊着年少时的往事 她把朋友们叫到照相馆 打算一起拍几张合照 她想站在最旁边 朋友们却纷纷把她推到中间 朋友们都从发小那知道了永元的病 但他们都心照不宣的装作不知道 晚上她回到家 父亲正独自看着电视 父亲不会用遥控器 永元就一遍遍地叫 可她连续叫了四遍 父亲依然还是不会用 到第五遍时 她终于生气 直接把父亲留在了房间 可事后她又觉得很后悔 自己不应该这样对待父亲 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 以后父亲很可能连电视也看不了 所以她把遥控器的使用方法写在纸上 步骤精确到了每一个按钮 这天德林又来到照相馆 并且还带来了一杯冰淇淋 德林邀请她一起吃 她微笑着玩具 可最终还是拗不过对方的坚持 德林说 吃东西要抢着吃才好吃 小时候家里穷 兄弟姐妹也多 每次吃东西都像是世界大战 第二天她在照相馆工作 休假的德林又一次来找她 德林穿着便装没有化妆 在闲聊时突然让永元给她拍一张照 拍照时德林笑也如花 镜头后的永元也第一次有些手忙脚乱 这天永元去修摩托车 不巧外面下起了大雨 她站在店外面一筹莫展 这时德林刚好路过撞见了她 再回照相馆的路上 德林默默地把伞偏向她那一边 不过她发现后 又默默把伞推向了德林那边 就这样一来二去 两个人的半边肩膀都被雨淋湿了 雨伞实在太小 他们只能在雨中向彼此靠近 德林有些窃喜 心想这个雨摸脑袋终于太巧了 隔天德林来到照相馆 可永元却依然和她保持着距离 她始终像一个不解风情的傻子 始终没让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所以德林有些生气 随后带着情绪离开了照相馆 永元没有追出去挽留 只是默默看着对方渐行渐远 她一个将要离开的人 又如何能随意去撩拨一个纯真少女呢 她本以为自己和德林会就此结束 但之后的一件事改变了她的想法 这天有一家人来拍全家福 三十同堂的画面显得极其温馨 可拍完合照后 儿子却让母亲单独拍一张 家人们都从镜头前离开 背景里只剩下老奶奶一个人 后代们眼神有些闪躲 而且都很默契地不去看老奶奶 这时老奶奶恍然意识到 后代们是在给她准备一招 她没有办法抑制心里的悲伤 拍照时的表情也很不自然 到了晚上 老奶奶独自来到了照相馆 她换上了自己最好看的衣服 温柔地对永元说她想重新拍一张 即使自己即将离去 至少要把最美的样子留在这个世界 随着永元的三二一倒数 老奶奶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她的英容笑貌在此刻被定格 她也如愿把自己最好看的样子留给了家人 这天晚上永元发了很久的呆 老奶奶的笑容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 既然死亡的结局无法改写 为何不给身边的人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呢 所以当德林再次来找她时 她主动发出了约会邀请 她和德林一起去坐过山车 在期间也第一次牵住了对方的手 德林给她买了瓶可乐 在递给她之前会用手帕把瓶口擦干净 他们没有注意到 此时身后有一对即将结婚的情侣 那对情侣可以是他们的未来 但同时也是他们注定无法抵达的未来 之后他们去了操场 一起迈着大布尼椎窝蛋 他们一起去澡堂洗澡 永元洗完后就静静地在门口等待 几个需要看法 好 拍摄洗澡 男人画明快的小速度 你不吃? 你们可以吃吗 好 咱们的 你吃了吗? 里面找吧 里面穩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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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回去的路上 永元给德琳讲了个鬼故事 德琳其实并不害怕 但她还是假装胆小挽住了永元的胳膊 此时秋天已经悄然到来 而他们之间的美好回忆 也在这一晚画上了句号 之后的一个周末 德琳又去了照相馆 她对第二次约会很期待 所以她是跑着过来的 可当她来到照相馆时 却发现照相馆没有开门 她在公交站徘徊了很久 直到最后一班车到站她才选择离开 不仅是这天晚上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照相馆一直大门紧闭 德琳每天都去照相馆门口等待 期待着永元宁出现在她面前 然而她一天天地等着 那个温柔的男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几天之后她写下一封告白信 把信从门缝塞进了照相馆 她的所有悸动和情愫都写在信里 不过等来的依然是一次次的失望 很久之后 她想收回送出的信 可信却从门缝里掉在了地上 她已经没办法再等下去 因为她即将被调到另外一个城市 第二天晚上 同事们给德琳举办了送别舞会 她强颜欢笑跳了一会儿 随后就独自跑到了洗手间 她不明白 为何永元会无缘无故地消失了 她心里也突然有些不确定 永元是不是真的喜欢她 她来到照相馆 用石头砸碎了橱窗上的玻璃 连同玻璃一起碎掉的 还有她那攒够了失望的心 秋天过去冬天到来 消失了很久的永元终于回到了照相馆 她之所以突然消失 是因为那天她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 而她之所以回来 是因为住院治疗已经没有任何项目 她看到了被德琳砸碎的玻璃 也看到了德琳塞进来的心 读完信后她露出温柔的笑 接着就给德琳写了一封回信 之后她去了另外一个城市 在那里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德琳 她没有选择和德琳相见 而是坐在咖啡馆里远远地看着 死亡是一个人的事 离别前的见面只会给对方涂增背上 所以她只是默默看着 一直到德琳从自己的视野里彻底消失 回到照相馆后 她把回信和照片放到了盒子里 她把盒子小心地封存 这些物件将会在她死后转交给德琳 接着她又开始翻看相册 里面是她从小到大的人生轨迹 她一张一张看着 直到夕阳西夏夜幕降临 最终她走到照相机前 为自己拍下一生中最后一张照片 像那个老奶奶一样 她的英容笑貌在此刻定格 照片在不久后也成为了她的一项 故事的最后 一袭黑衣的德琳来到了照相馆 她在照相馆门口住足了很久 也在橱窗里看到了永远为她拍的照片 看到照片后她面带羞涩嘴角上扬 她的笑容一如当初清澈无暇 12月的风吹过照相馆的橱窗 窗外溜走的是8月剩下的那段时光 那段时光有关于一个温柔的人 也有关于一段美丽的爱情 那段爱情在此刻画作的照片 被人定格在橱窗里直至泛黄 那段爱情在未来也会画作回忆 被人尘封在记忆里悉心收藏